韩国瑜现在立法院的表现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高雄 是他必经过的一个过程 很多跟高雄有关的议题 也会找上他 比方说高雄的议员 这一批是全体 上台北来立法院拜会 过去当然我看到 陈其迈当选的市长之后 几乎 陈蔡英文也公开讲过 半夜都要接他的电话 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在提供不管是资源 或者是预算 对于高雄来讲 如果预算要得很容易 高雄市民当然也是好事 海星的上任之后 还会不会这样 现在所谓的恨铁不成钢 是高雄市的议员们 一起去拜会了韩国瑜 然后一起喊韩国瑜 高雄加油等等的 韩国瑜特别说 希望陈其迈市长 可以看到这一段感动人心 就算党派立场不一样 也一起为高雄好 争取建设 包括高雄的议员就说 过去在高雄受到 很多乡亲朋友的照顾 这是韩国瑜说的 未来也会全力的来 力挺高雄的建设 不分党派 当然高雄有很多的议题 现在已经不太会变成新闻了 比方正难得有新闻的 是说在联合报道的报道里 说有民众 陈勤写信给陈其迈市长 寄到市长信箱之后 收到的回复 文字很字式很难懂 没有温度之外 还要询问家人才能理解 根据研考会的显示 这是官方数字哦 以7年10月为例 民众事后在满意度调查上 不满意 很不满意的哦 是4乘3 不满意的11 等于5成多都不满意吗 那当然还有路坪 灯亮水沟通 路坪呢 在轻轨成员之后 两个月多以来 当顺度的部分人恐慨 被形容说就沦陷了 连个骑个车 因为高雄大众运出系统 没有那么方便 骑车人多 所以如果地面不平的话 对安全比较有疑虑 他们就抱怨入瓶 怎么又没了呢 公务局说 哎呀这个重铺的时候 管线单位会有一些 没有平整的地方 要请大家打1999通报啦 那当然很多民众也反映啊 通报之后 根本就效率很差啦 打了市场新乡不满意度 还会这么高吗 如果有用的话 那大家网络上讨论是说 如果发生在双北 可能早就上媒体了 那如果是发生在 韩国瑜时代 可能陈行信还没写出来 就已经上新闻了 还有跑马 那陈其迈在任内呢 当然有他的 不过满意度 我们看到有一些数字的呈现 但在看到所谓的幸福城市 这个是大家不想看到 但发生了这些案件 是什么 高雄爱河不断的 又出现一些浮尸的状况 这个是在三月 今天比较新的消息 是3月19号发现的 环保局人员在爱河 执行清洁任务的时候 看到一具浮尸 那把人救起来 已经来不及了 那落水的男子 大概是年月60岁已明显死亡 像这样的例子 数字很多吗 因为好像一连串 有看到这些新闻 过去可能会变成重大新闻 现在就是统整下来 才会看得到 大概有多少人呢 好几起 五天内三起 这种新闻 那2022年的统 告诉大家说 周周有浮尸等等 过去是这样讲的 但是根据消防署统计的资料 这三年爱河的溺壁事件 大概算一算 109年19件 110年224件 到了2022 9月 加上新闻报道数字 也有18件 所以这些失足落水 有人关心吗 那现在媒体不关注的话 有没有办法去防止 再度发生呢 那当然高雄还有天坑这个问题 在路主的路面坍塌 混凝土浴瓣车 陷到天坑里面 驾驶赶快爬出来 这是3月12号发生的事情 那么两年 两个月第三次嘛 过去10月的时候 就曾经说 哇高雄街头天坑 连这个车子掉进去这么多 果然是民进洞啦 那这些路坪的问题 现在仍然成为 我现在如果 碰到高雄的民众的时候 最常跟我抱怨的一提 那难道没有办法解决吗 还有高雄的本命需不能施 所以要备战2026 谁接班呢 那现在居然谈出来的 最新的人选是 黄杰吗 陈水扁公开赞扬黄杰 黄杰在30岁当立委之前 就已经有两任市议员的资历了 所以最快2026年 最慢2034年 差蛮多年的 就会成为高雄市长的热门人选 而且会比阿扁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还要年轻 那黄杰回应说 目前还在学走路啦 眼下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扮演一名称职的国会议员吗 那因为感觉落袍也是 常有的事嘛 从原本的政党落袍 或者选区落袍 那但是他只要有陈其麦力挺 就可以当选了吗 仇恨值很高 但相对的在深绿的盘里面 就有他的支持度囉 那当初黄杰入党加入勇言会 也是陈其麦引荐 那如果他出来选 这么本来选区本来的议员 就已经在立委选举上 没有被得到机会了 许志杰怎么办 赖瑞荣怎么办 林黛华怎么办 那这些人有可能 真的被陈其麦点名之后 就像在屏东发生的 潘梦安亭 周春敏 就让黄杰出现了吗 那当然高雄这一题 一定要问柯知恩委员啦 在高雄的选情 的确跟北部南北 完全大不同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话 有可能发生在高雄吗 如果说陈水扁说 黄杰可以选高雄市长 那沈副始终讲 徐晓鑫可以选总统 不是都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当黄杰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我们乔晋已经当上总统了啦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大概就可以听一听 毕竟黄杰如果2026的话 那时候应该还不买35 所以他应该还没有资格 选高雄市长吧 这个年龄的门槛 还是先过一下 不过我觉得高雄是这个很神奇的地方 虽然我们的爱河的服饰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 而且这个比喻其实蛮高的 可是我记得我在选举那一年 当我提出这些数据的时候 马上我们的市政府 就会请精神科医师 然后串联告诉我们大家说 不要用在选举的时候 就用这些人民的伤心的 这样的事情来消费 然后来符合你的政治目的 我们就是适时来告诉你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出来 说实在的 高雄这些数据可能是不断在发生 但是有两只小鸭 或是我们有任何的一个天团 到高雄来 然后可以创造非常大的产值 这些在黑暗角落当中的 这些社会的一个悲歌 马上就会变欢乐之歌给掩盖过去 而且是不太能够批评的 你一批评 马上你会遭受到 一条流失的方法 跟歌勇 你就不要唱衰我们高雄 然后高雄就是 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如何的好 好棒棒 但是一个城市要好 你当然是要能够接受一个批评 而且所讲出来这些事情 的确高雄你如果去走的地方的话 你常常会被绊倒 这也是一个事实 婴儿车走到那边 好像在走路障一样 难道这些都没有办法来去讲吗 为什么一个城市 如果你要让它进步 为什么不能广纳别人的一个建言 然后别人提出这些部分里面的时候 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否定 然后来告诉你就说 你就是不了解我们高雄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在南部七线市当中 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难关 那至于昨天很多的议员上来 然后当然是院长 他通常不是只有见我们 这个高雄的乡亲 他连云林的乡亲 一些的乡亲 他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希望能够多做一些什么 那些议员所提出来的部分 也就是市长以前在当市长时候 那时候的状况 包括你上述的路平 我们的交通状况 我们的国道石 我们的顶巾系统 还有包括我们的空污的问题 还有包括你刚刚所提到的 这么多的路平 还有垃圾处理问题 其实那些问题都是潜在高雄长期有的 可是他需要很多中央来做一个支柱 那现在不是陈其迈 就是他要什么 中央就给什么吗 可是我们的卖卖市长 他给的就是一个可以看到的 很具体的 我没有说这不好 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我们最基础的建设 比如说淹水的问题 我们的下水道的处理的部分 等等这些 不被看到 但是又跟市民缓缓相扣的这个状况 如果他做得很好的话 那我们这些议员 为什么这时候 还要上来跟我们的前市长 来做一个所谓的 希望他能够来做协助的 那市长所接触的问题 也就是他当初离开的时候 很想完成 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完成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希望能够让地方跟中央 然后刚好韩院长又当过市长 所以我想这样的共通性跟连贯性 应该更能够理解 那他也责成我们 希望能够在某一些地方里面 可以给中央 他也告诉这些 如何来跟我们做一个配合 所以我觉得议员昨天 回去是非常的感动 也觉得很好的 然后他们也昨天 最后问了一句 为什么没有水煎包 好不好 那不好意思 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水煎包已经全部卖光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中央地方的协调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点了 兵哥我感受比较深的是说 一样发生的事情 这个做大新闻 跟好像没事情 这样默默的过去 这差别很大 以前说颜色 河水颜色变得都不行 现在是连落水什么 都变得稀松平常 因为其实本来高雄跟台南 就有这种先天优势 因为那边媒体相对比较少 而且媒体对执政团队 友善度又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坏消息就不太容易传出来 这个是先天上的问题 因为媒体高度集中在台北这个地方 所以本来过去就是台南高雄 就是天高皇帝远 然后自己过自己 可是问题是 只有韩国瑜那一次 是因为一场暴雨 淹水 然后把5000个天坑浮现 才让很多人突然之间看到 原来我们的高雄 不是那么的幸福的地方 其实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国家 叫布丹 布丹曾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可是最近他们已经变成 全世界最不幸福的国家 因为他们人开始接触 外国的观光客 接触外面的世界之后 发觉现在的世界要的 跟他们是不一样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吗 对 一比较之后 现在布丹已经变得 很不幸福的国家 因为他们年轻人失业率 高到28%以上 所以这也是一样 高雄人在韩国瑜那次 曾经一度看 看了一下外面的世界 但是现在好像又重新封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陈其麦市长说得很好听 他都说 什么陆平 他要什么验收 我跟大家讲 他说 上任后我特别要求 落实道路高高平 然后公务局要用高低平坦仪检测 所有的道路验收时 标准差余率必须小于2.8公里 符合施工规范才可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在高雄是见到鬼 为什么高雄满地的都是这样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你的2.8公里是比我们的大 还是我们你这边写说是2.8公分 还是2.8公尺 所以这根本鬼扯 你们真的每一次验收都有用这个高低平坦仪去测吗 你确定有吗 所以如果你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在讲什么 这公务局的回答更好笑 什么叫做我们一定会维持人孔盖跟路面的平整 那如果没有习平的话可以打1999 他打了1999之后 请问一下你有理他吗 你也没理他 那请问一下打了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觉得不要老是做这些表面功夫 那个时候韩国瑜在的时候 他叫李四川就是 那个陆平灯亮水沟通 他是日本的标准包括陆平 然后那时候做了被民进党骂了半死 说你看一个市长只会陆平灯亮水沟通 那韩国瑜别的东西我不讲 至少他能够逐渐的让陆平灯亮水沟通 请问一下陈青霸连陆平灯亮水沟通都做不到 那你是什么市长 那不是更好笑吗 爱河的东西我更觉得奇怪 爱河每年要死这么多人 然后每一次都是轻生 要不然就是意外十足 真的你确定都没有谋杀案吗 你确定都没有其他的问题吗 不起来预防的方式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然后你只立了告示牌 请问一下有什么用呢 那至于黄杰想当市长很好 很好 因为我说真的 黄杰要去当就去当 最好去跟许智杰竞争 跟很呛的灵带话去竞争 我觉得都去竞争 但是重点是我觉得 是在野党能不能够推出一个 像我们资政委员 是不是下次要继续奋战 在野党要有适合的人选 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让高雄人再一次变天看看 伟瀚会认为黄杰接棒 陈青霸的机会高吗 我跟阿扁是刚好前后天访问黄杰 我前一天阿扁第二天 其实我也问一样的问题 当然他就跟我讲说 维翰哥怎么可能 我才刚刚当选立委 而且是最年轻的委员 就问一去 就试图一问 我跟大家报告 根据我们中华民国相关的选拔法 23岁可以当民意代表 议员立委 26岁乡镇市长 30岁直察市长 35岁监察委员 40岁总统 黄杰1993年1月19号出生 他已经满31岁 他可以选 可以选 好 这其一 其二我们之后当然非常用心 都不用我再讲 就是已经弄出来了 这三个是现在目前台面上看得到的 林黛化 赖瑞荣跟这个许智杰 动作都很积极 这三个人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2026的初选 一定看到他们三个 那都有三个前辈在了 黄杰会跳进去吗 我觉得不会 但除非就是出现那种 前辈打到断腿以后 谁都不服谁以后 他突然就让出了 选立委也是因为那个选区 就是陈其漫七点 要不要出来 对 那我就送你来 黄杰他的优势 我还是必须跟大家讲 因为他是最年轻 现在民进党的年轻选票在流失 那这个人肯定 黄杰可能比另外三位年轻票 可能多一点 民进党支持者 年轻支持者 国民党年轻支持者 当然不喜欢黄杰 第二个 高雄很绿 而且他是跨区 他从凤山跳到赵天井这一区 他反而有两区 第三个 他确实在选举纪录上面 还蛮漂亮的 两个议员加上立委选举 刚跨区两个月就选上 加上他有个罢免案 罢免案没过 而且反对话比较高 再来他还跨派系 因为是陈其迈 推荐他进民进党 所以他叫卖系 但他是卖系吗 不是 他是永言会 他就接了赵天宁进入永言会 然后陈其迈会我也同意 所以他等于跨派系跨区 又年轻 如果以后 民进党真的在高雄派黄杰 不要以为他很弱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说 当然我觉得2026 是他的几率并不高 因为已经有三个人要的 但是他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看到赵天姐很认真 在听这件事 没有 我好好讲 我没有乱讲 我讲的都是实在的 对 就